同时国内的消息要来关心的是足球 过去总是在大陆举办的 大陆珠江三角洲五人制足球联赛 将到首度跨海来台开战 于是12月30跟31号 这两天就会在台北市体育馆 也就是俗称的红馆来举行开幕战 对 那么联赛当中当然球队很多了 但是有一支 而且是唯一一支 是代表我们台湾的球队就是台南市队 终于是破天荒地握有了地主的优势了 所以呢 台湾球员也期待了 在新的赛季可以开出红盘 大陆珠江三角洲市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 即将在12月30日展开全新赛季 开幕战要首度把战线拉到台湾 由上季亚军的台湾代表台南市队 迎战上季第四名的韶关新城 这一次珠超联赛选择在我们中华台北开幕 我们也期许这一次的比赛 可以将我们中华台北的五人制的发展 能跟上一层楼 我们去年参加了珠超的联赛 我们是得到了亚军 我们也希望都期许这一次 能有机会将冠军留在我们中华台北 上一年我们是第四名 今年当然是想更进一步 取得更好的一个成绩 虽然也有台湾选手分散效力于其他球队 不过台南市队可是联盟里唯一的台湾球队 这次他们终于可以不用客场出战 也希望能把之前没享受到的地主优势 一次补回来 去那边都是那边的人 对啊 他们的球队都是帮他们加油 所以让我们就是去 觉得这方面我们气势比较薄弱一点 比完以后刚好是跨年 就比完看能不能开心一点一起去跨年这样 对对对 12月30 31日接连两天 台南市队都会在台北市旅体育馆 和韶关星辰展开对决 球员们希望能在自家拼出好彩头 也期盼球迷能到现场 给难得在台湾出赛的球员应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